哈利路亚 跟你旁边说很高兴看到你 现在大家习惯握手了 现在只能够挥挥手 如果自己家人可以 弟兄姊妹 我想我们在过去这一年多 一年多 不止一年 我们过去这一年多的疫情 我相信不仅仅是改变了教会 也改变了整个世界 我们不晓得这个疫情 会继续下去 要到什么时候 美国好像开始慢慢 可以开始恢复正常了 但是印度又开始怎么样 大爆发 印度现在很惨 接到一些带导的消息 讲到印度的情况实在是 这些我们实在看了之后觉得很难过 那弟兄姊妹 当我们这边开始教会 可以重开了 我就在思想 教会重开 我们为什么要从教会重开 我们过去关了一年多 我们大家在直播 我们在家里面 是不是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 哎呀 已经在家里面也很好 对不对 每天不用出门 我就可以打开电视 或者打开手机 或者打开电脑 我就可以看见 要听什么就听什么 哎呀 这个要再参加什么聚会 就参加什么聚会 哇 现在聚会多得比以前还多 是不是 但弟兄姊妹发现有一点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你们今天来 有没有觉得不一样 跟我们这些在网上面 看着弟兄姊妹说 有什么不一样 气氛不一样 你们发现说 我们人很需要实体的见面 是不是 我们甚至很需要的 彼此的这种的 更亲密的一些的 这个接触 对不对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只能够这样子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的话 正常的话 我们巴不得看到你怎么样 啊 弟兄跟弟兄姊妹跟姊妹 可以拥抱就怎么样 就拥抱了 是不是 我们大家可以问安 彼此在那边握手 彼此在那边祝福了 亲爱兄姊妹 我们何等渴望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是吗 但是我相信 神有他的美意 神有他的美意 神借着过去 这一年多的时间 疫情 我相信他对我们教会 对整个世界 有他的心意 好 那我就想着说 所以当我们在这边 重启的时候呢 我在神的面前一个祷告 这也成为 我们个人生命的 一个重启 Amen 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个重启 成为教会的一个重启 Amen 所以 最近我们早上的灵修里面 我们在谈到 此途行传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 整个教会历史里面 第一间教会 是怎么成立的 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这段经文 你看见在过去 其实比教会还早 对不对 很多餐厅就 巴不得就赶快开始重启了 赶快开始开张了 是不是 哇 我们当中有没有 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 最近有去过餐厅吃饭的 有没有 这些都是赶死队 可能这样子 有没有去过户外用餐的 有没有去过户外用餐的 有几位 好 请放下 有没有去过 Indoor 室内的 室内用餐的 好像差不多人说 OK 好 这个 这段时间 有机会你到餐厅去看 哇 那个餐厅 这个 真的是开始 开始火热起来 好 其实之前这个outdoor的就已经满样 大概华人比较少 我自己在注意观察 我发现呢 如果是所谓的Asian American 这种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比较不太怕 所以你去看餐厅里面比较多这样子的人 那你看那个 要不然就是 这个 在这里的这些美国人 在这里的美国人 他们就 就不担心 他们比较就去了 那你会 就发现华人啊 很少 很少 好 那这个其实也可以看见 整个文化的不一样 但是弟兄姊妹 餐厅再重启了 是不是 开始这个堂食了 教会也开始重启了 我问了一下 北加州的生命堂 林良和 生命和林良堂 他们 他们这个现在开始 两千人的会堂 他们开始重启 可以有四百个人来聚会 两千人 从最起初的时候 我记得他们告诉我说 从两千人的会堂 大概只容许七十个人 那么到现在 开始到四百个人 我们教会现在开始的第一天 今天第一天 我们人数有一些限制 我们也希望一步一步的 慢慢的来 慢慢的来 希望能够当一方面 也make sure大家都很安全的情况之下 大家聚会 但是亲爱的兄姐妹 我觉得教会今天花了很多的功夫 整个世界花了很多的功夫 在调试整个的这一个疫情之后 该怎么样过 我想 疫情之后的新世界 一定会不一样 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如何 但是亲爱兄姐妹 我盼望从这个疫情之后 我盼望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新的一个心 来进入这个疫情 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 能够有一个崭新的一个光景 能够进入这个疫情后的世界 一个家里面你看见 如果有一个新的baby出生 怎么样 高不高兴 我们的Grace姐妹 即将就要开始 经历这个新生的喜乐 Grace是几号 这个礼拜 5月18号 预产期5月18号 早一点的话就是Mother's Day 而晚一点的话就是那个什么 Father's Day 不能太晚了 你看一个家庭里面 有baby出生的时候 就很喜乐 是不是 亲爱的同样的 教会里面 如果说有新的人 新的主受喜 喜不喜乐 喜不喜乐 你可以看见我们上次 我们第一次在疫情之后的 第一次的受喜 大概有十个人的受喜 哇 大家好快乐 是不是 亲爱的同事 所以教会 教会需要 教会需要不断地有新的学论 第一次 世界上面第一次教会的成立 就是在五旬节 当彼得站起来讲道 他讲道完了之后 一下子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就门徒 你先记得 圣经上强调说 门徒 就添了多少人 门徒就添了三千人 那一次就讲道三千人信主 教会就成立了 所以初代的教会 是这样成立的 那丢人们 我们从这里 我们从这里一起来看见 当这个教会 清完这个彼得的讲道之后 三千个人归在主的名下 然后你可以看见 下面说什么 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彼此交接 剥饼祈祷 下面后面经文 我就没有了解下 后面说什么呢 他们天天在一起用餐 彼此交接剥饼用餐 然后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 主就将得救的人数 怎么样 天天地嫁给他们 哇 你可以看见这个教会 是这样子 从这个一开始那一天 就是大大的兴旺 兴旺了之后 你就可以看天天兴旺 这个教会是充满了喜乐 教会要成为一个喜乐的教会 教会的喜乐从哪里来 教会的喜乐是因为 看见教会 不断地有新的人 被信给了耶稣 不断地有人 从这个撒旦的权势当中 被释放出来 这个是教会最大的喜乐 这个是教会存在 最重要的目的 丁文旴必须记得这件事情 餐厅为什么存在 餐厅为什么存在 很简单嘛 餐厅为什么存在 餐厅要解决吃的问题 好 所以餐厅解决你吃的问题 这是它存在的目的 是吗 我请问你 如果你是一个餐厅老板 你为什么要开餐厅 为什么 为什么 赚钱 就这么简单 跟你旁边说 他就是要赚钱 丁文旴妹 餐厅为了赚钱 所以他无论怎么样 他今天真是 如果今天政府允许 他能够有多少capacity 他一定开放 为什么 为了赚钱 对他来讲 只有赚钱 这一个最重要 先丁文旴妹 教会为什么存在 教会为什么存在 赚人 教会要得人 是不是 教会如果不得人 教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Amen 因此 今天我们来思想 这一个初代的第一间的教会 他们是一个人生的教会 教会要人生 跟你旁边说要人生 教会要人生 生是生 生才能生 先丁文旴妹 基督徒 教会里面的成员 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基督徒要人生 如果一个基督徒 不会生孩子 这个基督徒已经有问题了 患了不孕症 所以初代的教会 他们第一次 一开始的时候 就举行了一次 盛大的一个洗礼 三千人 三千人受洗归族 亲爱的伙子妹 最近在去年的 在疫情期间 在泰国就发生了一个 在泰国历史上面 最大的一次的洗礼 哇 你看壮不壮观 一千四 一千 超过一千人 一千 这个四个人 就一千零四个人 所以你看见 上千人的同时受洗 亲爱的伙子妹 如果那时候受洗怎么办 想想看 如果我们教会有一天 一千个人同时受洗 该怎么办 葛牧师要去洗 洗几个 然后胡语康传导洗几个 张磊牧师去洗几个 高牧师去洗几个 好 我们四个人通通下去洗 洗一千个卵之后 我们就都倒了 所以绝对不能这样洗 怎么洗 每个小住宅都起来洗 或者是带他信主的人 通通都来带 都帮他洗 不过了 如果真的是太多人 怎么办 就一声力下 旁边一个人陪着他 就怎么样 或者自己下去 自己下去 不能这样下去 我们很难想象 弟兄姊妹 你一辈子大概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吧 这么荣耀的光景 亲爱弟兄姊妹 这就是教会 这就是教会 这应该是教会 Amen 亲爱弟兄姊妹 所以教会要能够生 教会能够生出 baby来 教会能够带领人信主 教会能够传福一时 许多人信主 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间的教会 五星节时候 圣灵 浇灌下来 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果 但是弟兄姊妹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是怎么来的 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 是圣灵的工作 有一天我在海边 我们家里面一起到海边去 说实在 我们这个年纪 都是陪孩子了 孩子想去海边 我们就去了 我到海边呢 女儿问我说 daddy你要不要下去玩一玩 我心想玩什么 以前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 去卷取铺盖铺盖 玩玩水 打打水 现在觉得好像 不太想玩这种东西了 冲浪也不会 那玩什么呢 所以只能够看了 我就注意看 我就注意看 我看这些美国人 很多年轻人喜欢冲浪 我就看他们在那边冲浪 我看着看着我就看到 注意看 你去丢子里注意看 你看见那个浪 白白的那个地方没有 你看见那一个 在这个浪 站起来的那一个人没有 他们在那个地方 本来浪停的时候 他们在那里等 等到一波浪来的时候呢 然后他们 这个就有技巧了 他们马上就一起来 踩着那个板子 好像我会的一样 他就踩着那个板子 那个浪这样一冲 他就 我就看他两只脚 一直这样子在那里调试 因为那个浪的那个wave 然后他就这样 一直从那边这样 冲着冲着冲着冲 冲到那个浪停的地方 然后他再回头再游过去 然后再下一波浪 他再这样子 亲爱的兄弟妹 所以什么叫冲浪 冲浪就是要有浪 没有浪 没办法冲浪 懂这意思吗 亲爱的兄弟妹 今天教会也是如此 今天教会很多时候在造浪 但是浪不是你能够造的 浪是谁造的 浪是圣灵造的 所以华里克牧师 曾经在他书里面讲说 他说当圣灵的工作 就好像冲浪一样 当浪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趁着圣灵的工作 怎么样 去冲浪 趁着圣灵的浪潮去做 但是弟兄姊妹 今天教会的问题是 没有看到圣灵的工作 怎么办 过去这一年 我们就经历到这个事情 有没有 现在兄姊妹 过去这一年 教会马上全球的教会 通通面临到一个问题 全部呆在那边了 我们该做什么 有没有 弟兄姊妹 过去这一年 我们发现我们光是在适应 都适应了大半年 该做什么 亲爱的兄姊妹 这一次是疫情 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人想要做什么 人能做什么 如果神不工作 你做死了 你发现果效很有限 所以教会需要有圣灵的工作 教会要看见 人信了耶稣 亲爱的兄姊妹 需要圣灵的工作 我们看见 五旬节那一天 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形 兄姊妹你看见没有 五旬节那一天 圣灵降临下来 好 你看见那一天 彼得怎么样 他们被圣灵充满了 然后圣经上说什么 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丢神妹请记得 当时候不是只有彼得讲道 虽然圣经上里面提到说 彼得站起来高声说 但是你记得 不是只有彼得站起来讲道 谁也讲道 同时彼得 还有其他的这些门徒们 通通起来站起来讲道 除了犹大之外 十一个门徒 十一个使徒 都站起来讲道 这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事情 你有没有看过 在你自己信仰的生活里面 你有没有看过 十一个讲员 同时站起来讲道 怎么讲 听谁的 你很难想象 那是一个超supernatural的 一个情况 在当时候 为什么会需要这种情形 因为当时候 有各个地方来的人 他们讲不同的方言 就好像说 在我们这个 怎么讲 就好像说在中国 在早期 这个语言还没统一的时候 这边有讲四川话的 这边有山东话的 这边有讲这个 像这个 讲的鬼州话的 还有江 讲什么话 浙江话的 浙江我跟一讲 还有不同话 浙江有温州话 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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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波话 还有义乌话 都不一样的 所以 各地来的人 在那个地方 他同时 这十一个门徒 一站起来 讲道的时候 他 就一个开始 就讲四川话 另外一个讲 赛诺话 就开始了 这十一个人 就讲各自的 不同的方言了 所以下面的人 就很惊奇 他们怎么讲 我们听得懂的语言 他们怎么会听 怎么会讲呢 他从来 他也不是我们四川人 他怎么会讲四川话 那一天 圣灵 super nature的工作 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弟兄姊妹 这个地方讲的说 说起别国的话来 好 那当然有的人 把这个地方说 原文里面讲说 是speaking tongue 用这个来解释说 所以呢 这就是当圣灵充满 就一定会说方言 这个解经是错误的 因为你不能够 只凭一节圣经 来这样解释 其实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见 从整个使徒行传 里面来看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少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然后呢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所以使徒行传 是按照这一节圣经 神的应许来发展的 到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呢 所以神的能力 浇灌下来了 有没有 神的恩赐 浇灌下来了 于是门徒们 就开始说别的话 换句话说 就是为了传福音 为了做见证 所以说出 他们听懂的话语 方言的问题 今天我们一时间谈 这是另外一个主题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讲的方言的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 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 他们说出 当时候的这些方言 是听得懂的方言 是为了传福音的方言 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讲传福音 弟兄姊妹都说 牧师我没有恩赐 有没有 所以传福音需要恩赐吗 来 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 圣经里面有提到 传福音这个恩赐 但是传福音除了是一个恩赐 传福音也是一个使命 而这个使命 这是神的一个命令 这是一个great commission 是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你不能说没有恩赐 你讲没有恩赐 你讲意思就是说 上帝 你这个命令 只给那些有恩赐的人 不是给我的 懂这意思吗 所以你说你没有恩赐 耶稣在这边怎么说 我就赐个恩赐给你 按圣灵所赐的恩赐 这个恩赐就是什么 就是你能够说 他们听得懂的语言 我以前在神学有一个同学 他跟我是这个 睡在同一个寝室的 他上铺我下铺 所以呢 我们很好 但是我这个同学 他从小就有一个毛病 生下来就有这个 我们叫做大舌头 就是那个口急 所以他每次讲话的时候 有时候讲到一个地方 就是下不来了 就那一句话就在那边 等半点好几 重复好几次 可是很奇妙 我这个同学 我们是在一起 常常在一起祷告追求的 他有被圣灵充满的精力 所以每一次 当他上讲台讲道的时候 他就讲 他每一次 当他上讲台讲道的时候 他一祷告 圣灵充满他 他说他上台讲道 就好流利啊 他完全没有这个口急的现象 就是因为这是我们亲自所看到的 我自己到西班 到那个Costar Rica 整个中美洲的一个国家 去学西班牙的时候 其实我是一个不太 学语言的恩赐 不是那么好 我们家里面师母的恩赐比我强 他学语言的恩赐很快 我是这个叫做龟兔赛跑 所以这个龟慢慢地走 慢慢地走 我很努力地学语言 老师教我怎么学 我就怎么学 但是就是发现 你知道西班牙文有一个音很难学 这个音就是发卷舌音 来 有没有人会发卷舌音的 我们中国人他不太会发卷舌音 对不对 印尼人会发卷舌音 中国人这个语言没有卷舌音的 那么你凡是西班牙文里面 前面是一个二的 那么你却要发卷舌音 或者两个二连在一起 也要发卷舌音 所以你不会这个卷舌音的话 你讲西班牙文 人家听有时候会听不太懂 偏偏我三个女儿 她们的英文名字 第一个开图都是R Rate Rebecca Rocky Ruse 我这个不是道地的 弟兄姐妹 你不要小看我 这一个发音 练了我大半年 练了就是不会 我怎么会的 有一天晚上 当我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半夜梦到 梦到我们隔壁的一个宣教士 美国宣教士的太太 她娶了一个哥斯大利家人的太太 那个太太就在梦中 就教我练那个音 后来呢 我就 我就发起那个音来了 然后我一听到 我被我自己那个音吵醒了 我就好高兴了 我就把师母摇起来 我说太太 你听 你听 我就发给她音 从此之后 我就会发那个WR 发那个R的音 弟兄姐妹 神是奇妙的 Amen 亲爱弟兄姐妹 你我今天在北美这个地区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所想的 通通都是根据我们自己头脑 能够理解的去做 所以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 你懂这意思吗 亲爱弟兄姐妹 神是大人的 神是全能的 神能够寻作万事 对他来讲 他是造语言的主 他难道不能够把这个恩赐给你吗 可不可以 可以 我记得吴永长老 也曾经分享过他的见证 他有一次不知道是去哪个地方讲道 是不是 这个也许 会后要跟这个宋长老check一下 他也是好像就是说 神就给他 那时候就是圣灵就给他 讲那个恩赐 就讲出那边的语言来 亲爱弟兄姐妹 你为了福音的缘故 圣灵会把这个恩赐赏赐给你 我们为什么不经历 我们为什么没有经历 是因为你没有去做 对不对 马可福音那边告诉我们说 他说 信的人并有神迹随着他们 接着说什么 接着就说什么 就是说手拿毒蛇 对不对 然后呢 口说心方言 等等的这些 当然这个地方解经 有的人把它误解 那个地方 那个是指的是说 如果今天你为了传福音的缘故 当你出去的时候 你会经历到这样子的神迹 懂这意思吗 你会看见这种事情发生 你今天拿手拿毒蛇 结果呢 被蛇咬了 结果呢 你不会受害 保罗就经历过 圣灵上里面 对不对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你读使徒行在 你读圣经里面 你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亲爱弟兄姐妹 你相信吗 你相不相信 相信吗 我看你们好像没有很兴奋的样子 你相信我们的神 今天也可以这样做吗 相信啊 弟兄姐妹 没有发生不是神的问题 神没有改变 没有发生是谁的问题啊 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不信 或者是我们小信 对不对 亲爱弟兄姐妹 神人 亲爱弟兄姐妹 今天教会需要圣灵的能力 今天教会需要圣灵充满 然后呢 你可以看见 好 这个是对福音派的教会来讲 福音派非常看重这个讲道 对不对 非常看重这个话语 就觉得说 所以你可以看 同样解经 福音派的教会的牧师 解这一段神经的时候 他会特别强调神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领受他话的人 怎么样 领受他话的人 看到没有 就信了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他们就讲说 这个地上这个 第一间教会的成立 是因为彼得讲道 弟兄姐妹 你来讲讲大会 你看看 你看看今天的教会 再有名的牧师 你来看看 也许格里汉牧师 这个布道会 他一直讲道 可能有几千人信主 但是你想想看 参加的人有多少 了解我意思吗 彼得 在当时来讲 他是无知的小民 彼得 没读过书的 对当时候的人来讲 这个无知的小民 讲的什么东西 我才不要听你了 但是彼得 站起来讲道 当圣灵充满他 他的讲道带着能力 你注意看 在这里说 三十七节说什么 众人听见这话 怎么样 觉得扎心 扎心 我有一个医生的 一个宣教士同工 以前我们在宣教工厂的时候 他是医生 所以他解释这节经节的时候 我到现在印象很深 他说 他说这个扎心 这个就像我们动手术 这个手术当时怎样 开啊 一刀下去 亲爱的兄姐妹 开心手术 扎心 那个道进去人的心里面 今天很多时候 人的耳朵发沉 听不进神的道 或者今天很多时候 神的 今天人的道 讲出来的时候 不痛不痒 丢准备 神的话 为什么能够扎心 彼得为什么那一天 讲道能够扎心 不是彼得很有口才 不是彼得 他有什么了不起 不是彼得 他很有学问 连保罗他都讲了 他讲道 不是凭着高原大字 保罗最能够凭高原大字的 对不对 但是他说 他不凭高原大字 他靠什么 靠圣灵的大人 和民政 所以彼得 一直讲道 三千人信主 后面还有五千人信主 现在就准备 那你说 不是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 现在就说 今天你我 主要我们去 使万民做主流民徒 主要我们去传福音 你不要说是三千人 你跟一个人传 请问你敢不敢 最近这一个礼拜 你有跟别人 去传过福音的群聚一下 说好不好 我们看看下 做个调查 感谢主 好 那请问 弟兄姊妹 从你信主到现在 你有跟别人传过福音的群聚一下手 好 请放下 我请问大家 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快不快乐 快乐 我应该这样讲 你跟别人 跟陌生人 其实陌生人都没关系 你跟不信的人传 你会不会怕 坦白讲 会不会 会不会 为什么怕 为什么怕 为什么你怕他的反应 怕被拒绝 是不是 还有呢 怕他给你难堪 是不是 简单说 简单说我们惧怕是什么 我们怕人家对我们 让我们不舒服 羞辱我们 拒绝我们 这是没有人喜欢的 对不对 但是亲爱的兄姊妹 你以为彼得他喜欢别人拒绝他吗 没有一个人喜欢 但是彼得 这些门徒们 他为什么能够 这样子放胆讲道 圣灵充满 你注意回去查考 弟兄姊妹 有给你一个挑战 你回去查考 使徒行传里面 你去查 你其实你用Google就可以了 放胆讲道 这几个字你去查一下 你发现 好多次圣经 使徒行传里面讲说 他们被圣灵充满 接下来一个结果就是什么 放胆讲道 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跟别人传分音 我们不跟别人做见证 胆量从哪里来啊 从圣灵来 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 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 而且今天 当我们传讲的时候 人的心能够悔改 不是靠我们口才 兄姊妹 我跟你讲 你再是什么天文学博士 或者地理学博士 或者生物学博士 你可以讲得头头是道 我跟你讲 人家听了不信就是不信 只有圣灵能够叫人 诈信 只有圣灵能够叫人 为罪为审判 自己准备自己 那么这一个圣灵 五星节的圣灵充满 五星节的来临 是怎么来临的呢 怎么来临的 我们看见 他们同心合意的 横切祷告 在第一章 当耶稣应许他们说 要被圣灵 要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去做见证的时候 接着一章十四节就提什么 一章十四节 接着就提到说 这些人 好 然后呢 后面就提到说 他们就同心合意 横切地祷告 那弟兄姊妹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祷告 是同心合意的祷告 同心合意这个字 原文的意思 其实你们知道 交响院吗 它原文 就是这个交响院 交响院 交响院 不管有各种乐器 对不对 可能这个大一点的交响乐器 是个上百个人的 好 这个交响乐团 请问 当他们 在一起弹奏的时候 各式各样不同的乐器 在一起弹奏的时候 困不困难 所以交响乐 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合 要合啊 harmonie 要合 音要合 所以你可以看见 交响院 他每一次在 开始之前 只会都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调音 对不对 哪一个音一走 那麻烦了 确实是没 同心合意 非常的重要 我们中国人讲说 同心齐 太三宜 又说 同心三成欲 邪力 土变精 看到没有 同心很重要 一个家庭 很重要的是什么 同心 我的二女儿 要准备结婚 这个做父亲 要准备 主持他的婚礼 小婚礼我主持 大婚礼 比他的母子主持 我们仿效grace的 这个做法 那其他女友准备 其实我常常在跟年轻人 在做这个婚前 这个所谓的辅导 或者这个primary counseling 我常常提醒他们 其实夫妻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 这个东西比其他一切都重要了 你去看市面上面的书 告诉你说什么什么 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该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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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但是我告诉你 告诉你 这是我这么多年 服侍的经验 看过这么多的夫妻 我看到一个很关键 很关键的事情 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 什么时候 英文有一句话 是不是 那个 能够在一起祷告的夫妻 他们就能够stay together 正确的话 有谁知道 the couple the couple that pray stay together 这是一个俗语 但是其实它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圣经上说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情 天父就必为他们成全 一个家庭里面很重要的是当夫妻能够同心合意在一起 弟兄姊妹 千金万金都买不上大家同心 所以一个家庭需要同心 一个教会需要同心 一个国家需要同心 是不是 同心合意 这一件事情在圣经上里面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 在使徒行传一共出现了四次同心合意 第一次出现 就是刚才讲的第一章十四节 他们就同心合意的怎么样 横切祷告 然后呢 当五旬节的时候呢 五旬节到了门徒们 同心合意的怎么样 在一起 第三次 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怎么样 在店里 且在家里 一起同心合意在那边 拨笔用餐 得众名的喜爱 第四次 当彼得 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教会为他们祷告 他们听见彼得被关 他们就说什么 然后呢 感谢赞美主 他们就同心合意的 想高声向神说 看了没有 同心合意 初代的教会 同心合意 从他们经历到这一个复兴 就是因为同心合意 所带来的结果 兄姐妹 你看见教会 很多时候 在教会复兴的里面 如果你去看 教会复兴的历史里面 都是这样子 同心合意祷告 所带来的 韩国教会的复兴 也是他们因着 同心合意彼此认罪 所以教会就带来了复兴 那么你可以看见 不管是阿根廷的复兴 乌坎达的复兴 或者是山东大复兴 你可以看见 那个原则都是一样的 当他们同心合意 横切地祷告的时候 教会就复兴了 亲爱的兄姐妹 但是同心合意 确实不容易 是不是 夫妻两个人 生活了三十年 应该很同心吧 是不是 四十年 五十年 听准备 不是因为你多少年 你就能同心的 同心合意 要能够同心合意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要能够放下自己 体贴神的心 以基督的心为心 而这些坦白讲 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可以做的 所以保罗在以夫所书那边 才提到说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同心 从哪里来啊 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门族们当初 他们在那个地方 祷告的时候 你想想看 彼得亚和约翰 他们在耶稣还在的时候 就在那边争了 甚至他的妈妈们跟着一起来 跟着真 说耶稣啊 将来你得国的时候 我的儿子坐你右边 好不好 那其他人就说 他坐你右边 那我坐哪里呢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这就是 人会有这种的一种 真经比较在这里面 是不是 那怎么样子 能够在一起同心合意呢 怎么样子 才能够同心合意在一起呢 很难啊 如果我告诉你 靠着人的方法 我跟你讲 社会方面就这样的方法 就是什么 通通有讲 如果今天一个大会里面呢 如果要让大家都happy 就是什么 所有的人啊 这个市长啊 议员啊 什么什么什么 通通给他安排一个节目 所以我最怕参加这种聚会 这种聚会都又臭又长 有没有 那你不安排他 不行 因为你不安排他 他心里想说 那为什么你不安排我 这就是人物问题 请问门徒门这120个 当他们在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在那边祷告 一些想说 等一下圣灵先充满谁呢 是彼得呢 雅各约翰呢 还是我呢 他们会不会这样想 不会 他们没有这样想 他们有同样的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主耶稣说 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 他们只有这个目标 而且主耶稣也说了 要降临在你们 每一个人 上帝是公平的 上帝没有说 上帝说 哎呀 我圣灵要降临在葛牧师身上 没有 上帝说 所有的人 每一个人 瑞你要被圣灵充满 Gracie你要被圣灵充满 祷告你的孩子 在父中就要被圣灵充满 Hallelujah Amen 天天按手祷告 主啊 我的孩子 要被圣灵充满 约翰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的 亲爱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姊妹 老年人要见一项 老年人要做一梦 少年人要见一项 对不对 儿女要说一言 这是耶尔书里面所预言的 在末后的日子 圣灵要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 Amen 意思指的就是每一个人 亲爱弟兄姊妹 可慕啊 你说牧师啊 我都已经退休了 不要再烦我了 我生下的日子啊 我只有一个梦 就是怎么样 环游全世界 结果不幸 刚退休 就碰到pandemic 哪也不能去 感谢赞美主啊 那表示上帝要打破你的梦 上帝要给你一个异梦 这个异梦是什么 就像那个福气教会 那个黑乌鸦变成白乌鸦 那个还记得那个叫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高什么 什么宣教师 他说他本来就是退休之后 他就打算叫全环游全世界 结果呢 一下子开始做 做幸福小组 做到后来 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去全世界了 他觉得说 我觉得只能够待在这个高雄 这个地方 就一辈子在这个地方传福音吧 没有想到 神竟然就把他带到全世界 去到世界各地做见证 完成了 当然不是他为了这个目的而出去的 亲爱丢子妹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圣灵要做我们 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要做一个新事 亲爱丢子妹 是你过去都不会想到的 亲爱丢子妹 不管你信主多少年 40年50年60年70年80年 亲爱丢子妹 我盼望今天这一个 重启 能够带给我们一个 一个绝大的改变 让我们看见说 圣灵要在我们中间做新事 圣灵要在你的家庭做新事 圣灵要在你的个人身上 来更新改变 圣灵要在我们的教会 来更新改变 圣灵要来 圣灵这个风 要来吹在全美国 来改变美国的光景 每次我在为美国祷告的时候 我真觉得说 很无力 从人的角度来 真无力 看到这些恶法 看到这些议员在那边 在那边恶斗 看到两党之间的恶斗 我真的说会觉得无力 但是亲爱丢子妹 圣灵能够工作 Amen 圣灵能够改变这个国家 每一次当你看到缅甸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无助 如果我今天有军队的话 可能凭我们的血清 我心想 我真是把这些军政府 通通把他干掉 是不是 但是亲爱丢子妹 今天这个世界有太多 人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可是你相信一件事情 神可以做 Amen 圣灵要做这样的工作 圣灵透过谁来做这个工作呢 圣灵要透过你来做 透过他的教会要来做 所以教会需要被圣灵充满 不是让我们自己觉得 我被圣灵充满 我很好 圣灵充满是因为 主愿意他的教会 能够去影响这个社会 影响这个世代 主要我们起来传福音 你靠什么传福音呢 靠圣灵的大能 Amen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教会 在重启开始 今天是一个开始 鼓励弟兄姊妹 从我们自己开始 起来祷告 Amen 家里面两个 夫妻两个人 可以的 两个人就一起祷告 我跟你讲 没什么秘诀 我跟师母结婚 这三十几年当中 我们深深地感觉到 当我们一起 同心祷告的时候 再大的难关都过去了 有的时候 神就是让难关来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 你们已经 好像好久没有 一起祷告了 或者他发现 你们的祷告 落了 所以他就容许 这个难关来了 容许这个难处来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每一次难处来的时候 是神给我们一次机会 起来祷告 起来同心合一的祷告 所以你小组 一直不成长 你不要去怪别人 要问的是 为什么圣灵不工作 为什么你不传福音 起来祷告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说 我连想传福音的力量都没有 是不是 起来祷告 起来祷告 在 在这个 五月十六号 也就是母亲节后的 那一个礼拜天下午 那么我们以前叫做 全球祷告日 那今年呢 这个他分成这个加州 加州本身就有一个祷告 因为用入 这个就比较方便了 所以北加州 南加州的教会牧者 跟教会的弟兄姊妹 就要一起来参加这一个 所以请弟兄姊妹 把这个时间预留起来 在我们洛杉矶的时间是 这个下午四点钟开始 就是五月十六号 那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教会 每一天早上六点半 有承导的时间 礼拜三晚上 有这个七点半 有祷告的时间 亲爱的兄姊妹 这些为什么要祷告 好 我们感谢在美主 当我们这个疫情之后 我们看见祷告参加的人 越来越多 这个真是一个好现象 亲爱的兄姊妹 我相信这也是神的美意 让我们真是 在疫情的中间 我们觉得我们都不能 做什么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 你可以做的是什么 就是起来祷告 跟你朋友们说 起来祷告 Amen 好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 拨饼 祭奠祖 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 你都应该有拿到一个 这个是二合一的 就是饼跟杯放在一起的 好不好 如果你没有拿到的 举一下手 万一你没有拿到 围动这边 那可不可以 可能要 好 可能大家也需要 有点时间适应 我们的拨饼 我们在网上的弟兄姊妹 你就在自己家 拿着你自己预备的饼和杯 或者是你从教会带回去的 那我们在这里现场参加的弟兄姐妹 以后就知道 就说我们在疫情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改成 你进来的时候就自己拿 因为我们尽量避免 有这种接触 好 所以这是为了安全的缘故 好不好 所以请弟兄姊妹 尽量的能够配合 那同样的 刚才主席也报告了 奉献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奉献不再收的了 奉献就是放在 大门的两边 你出去的时候 有一个小奉献箱 那你就可以把奉献带放在哪个地方 好不好 好 我们希望有一天 我们可以这个日子很快结束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不要为这些来强求神 我相信神有他最好的时候 神在等候我们 当我们的祷告 圣徒的祷告到了一个地步 这个香归倒下来 就会看见什么样 就会看见雷虹闪电 就会看见神的大的作为 要彰显在我们中间 好 所以我们一起 安静在主的面前 请诗琴 来帮我们谈 这个诗歌 我们一起有点时间 我们在主的面前 照着主的吩咐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教导我们说 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在这里领受饼和杯的时候 我们应当省察我们自己 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 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有什么得罪神 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在主的面前 跟主来认罪 好叫我们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 我们也同时 在这段时间 让我们更多的 来思想主的爱 跟主说 主啊 谢谢你 跟主表明 你对他的爱的回应 是 主我们谢谢你 主每一次当我们在这里 拨柄记恋你的时候 你告诉我们说 我们如此行 为的是记恋你 只等到你来 主啊 初代的门徒 他们每一天在家里面 在店里面 存着欢喜的心用饭 彼此交接剥饼 他们在那边祭奠主 他们彼此相爱 他们在那个地方赞美神 他们在那边传扬福音 他们等候这位 为他们定十架的主 复活的耶稣 要再一次的回来 主我们有一天 也要 在天上 与你一同核心的 这是你说的 主把这样子的渴望 把这样子的渴望 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渴望你的再来 这个地上一切都要过去 人世间的纷纷扰扰 恩恩怨怨也都要过去 主啊 让我们的心 不在这个地上 陷在这些的 劳苦愁烦 罪恶纷扰 许多的这些恩恩怨怨的里面 让我们离开这些 脱离这些 亲爱的主啊 让我们真实在你面前说 主啊 求你竭尽我的心 求主赦免我 亲爱的主啊 给我一个新的心 主啊 再重新更新我的灵 让我能够 再一次的为你站立 为你来奔跑这一条 蜀天的岛路 主 谢谢你 愿你今天这时候 圣灵就充满在我们的中间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这个饼 是一个饼 在当初 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 是一个无效饼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 这个不是很好吃的饼 在全世界各地 我看过各式各样用不同的饼 有的人用面包代替 有的人用饼干代替 有的人像我们这样子 用这样子的一个饼 有的人是一定要 这个 用无效的面 来做成的 大家亲爱的兄弟们 这些外在的形式 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 这个饼 象征着 是一个一 我们同有一位主 我们投授 一位胜利 我们同有一个使命 在今天这一个充满 分争分裂的世代 家庭破裂 夫妻思合 社会上 你争我夺 现在兄弟们 人到哪里找到一呢 哪里可以看见合一呢 如果教会不能够合一 这个世界就没有盼望 人看不到盼望 所以亲爱的兄弟们 主耶稣在离世之前 一再地祷告 叫门徒合而为一 求主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我们的小组里面 在我们教会的中间 让我们成为一个 彼此相爱合一的团体 我们一起存着感恩的心 来领受主的命 饭后耶稣又照样 拿起杯来说 这个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兄姊妹 你如果想到 旧约的人 每一次犯罪 他都要到圣殿去 然后祭司 要把他所献的这个祭物 宰杀了之后 流出血来 那么这个代表 可以他的罪得神 我每次想到这个 我就想着说 我们真的是一群蒙恩的人 今天我们不需要再杀羊杀牛 我们不需要再到礼拜堂 带一支祭物来 我们随时随地 我们都可以到主的面前来 什么时候我们犯了罪 立刻认罪 就这么简单 有人在传 不要认罪的福音 有人说 神的恩典不需要认罪 这是 廉价的福音 甚至我可以说 这不是福音 福音就是 像我这样不配的人 我怎么可以 只是跟主说 主啊我错了 我就得到赦免了 再大的罪 都得赦免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而且他一次的献上 就成了永远的赎罪 意思就是说 这个耶稣基督赎罪的功效 就always there 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去 支取这个恩典 晚上十二点钟 教会门关的 你不需要到教会来 你马上跟主呼叫 主 这个恩典的门就打开了 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 一起来领受这个悲 好吗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主 主在来的日子已临近 神的儿女当道高尽心 这首歌 主 祝 her 主 大王 福 天下 去 传福音 所以听见诸善音 谁肯为我们而去 献上自己为花季 是神结是神说喜悦的 主这是我的手 主这是我的心 我完全想服你 我全然写给你 主连紧我的手 主连紧我的心 我无论何往一定跟随你 主这是我的手 主这是我的手 主这是我的心 我完全想服你 我全然写给你 主连紧我的手 主连紧我的心 我无人何往一定跟随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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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跟牧师的信息 还有我们今天的圣餐崇拜 接着是几项很快的报告事项 在这里跟大家宣布 第一件事情时间过得很快 下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弟兄姐妹 和您的母亲不论是在实体的聚会 或是网上的聚会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并且向我们的母亲表达谢意 第二件事情是我们亲爱的张磊牧师 他的父亲已经安息祖怀 请大家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全家 还有张牧师将要为他父亲举行的追思礼拜 也求主保守他在当地的一切的行程 第三件事情 下个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来实体聚会 仍然要再一次的上网能够来登记 那已经这个登记已经可以开始了 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在网站上开始预约 下个主日的主日的崇拜 或是儿童事工的预先的注册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恩典外展事工 将在5月28号到30号 有到Sentamo的这样子的福音的外展 请大家在祷告还有在财务的当中纪念 有问题的话和Dr. Bill 录联络 最后一件事情是大家离开的时候 务必请带走您的所有的物品 包括我们刚才杯柄的塑胶盒 这就是今天报告的事项 我们会众请起立 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最后人请葛牧师来为我们做祝福 祝福 祝福 苏生万民 赞美主河 天使天驱 赞美主义 赞美神父 圣至圣地 阿们 好 我们凭信心来领受主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和充满 常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 让我们带着圣灵的人力 在我们周遭的社区 勇敢地为主做见证 好 迎接主耶稣基督 你再回来的日子 阿们 因为 国度全比 和荣耀 全是福的 到永远 好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就到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下个礼拜天再见 那在这里现场的弟兄姐妹 那你们如果弟兄姊妹们好久不见 要交通聊天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户外 户外流通空气 比较不会染意 所以我们尽量不在室内交谈 大家可以到户外去 现在就跟你旁边的 如果认识弟兄姊妹 跟他打个招呼 我们彼此问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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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